智慧型手机等电子产品需求疲软 加上晶片价格下跌 三星第三季表现不如预期 建立为9.38兆行员 较一年前减少23.6% 营业利益锐减31.4% 三星警告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可能会抑制需求 直到2023年初 全球经济衰退 导致市场对消费性产品的需求人疲软 不过三星人乐观看待 记忆体晶片需求 可能会在明年底开始复苏 同时指出 在先进制程良率有所改善带动下 旗下晶圆代工厂的营收 跟营业利益创下新高 在全球景气暗淡 晶片夜景气不佳之际 三星营运表现不如预期 这对刚正式上任的三星电子会长李在荣 无疑是一大口言 新唐人亚烈电视 直线李赵婷玉整理报道